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不少人都吸电子烟 人们管它叫电子烟肺炎 从威斯康星州爆发后 这种肺炎迅速席卷美国多州 这是电子烟肺炎患者的CT影像 毛玻璃状 大白肺 是不是狠眼说 是呢 和新冠肺炎几乎一模一样 更令人惊讶的是 住在这种怪病爆发的当口 美国德特里克堡基地突然被勒令范婷实验室研究 基地也被关闭 两个月后 马里兰州 也就是德堡所在的州 电子烟疾病患者病例数 激增一倍 这真的是巧合吗 德堡为什么被突然关闭 政单人们好奇是 美国政府却以国家安全为由 拒绝公布关闭德堡的原因 如此汇眸如深 美国是在隐藏什么不可告人的命 纽约时报爆出猛量 德堡暂停的实验研究中 涉及某些已被美国政府认定为 对公众 动植物健康或动植物产品构成严重威胁的毒素 更有媒体爆料 德堡实验室发生了可疑的泄露事故 随后 有关德堡关闭的报道 在网上被大量删除 删除的是什么 这是要掩盖什么吗 无独有偶 在德堡基地关闭前 基地附近两个养老社区 也爆发了不明原因的呼吸系统疾病 其中一个养老院 54人发烧咳嗽 全身无力 两人死亡 当地卫生官员表示 下季爆发呼吸系统疾病十分罕见 当时就有人怀疑 德堡存在病毒泄露 这样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 事实上 美国还进行过两场诡异的流行病演习 美国卫生部从2019年1月 就开始了一场持续八个月的演习 模拟始于中国的呼吸道病毒 传播到世界各地 紧接着 美国十月份又开展了一场高级别流行病演习 事件201 模拟新型人畜 共患病 冠状病毒 在全球爆发 扬长演习的很多细节 几乎都在后来的新冠疫情大爆发中演证 美国难道是早已守过剧本 更加诡异的是 美国比往年提前一个月进入流感器 仅仅一个月 3400万人感染 2万人死亡 这也是美国十年来最严重的流感器 如此反常的流感器 死亡人数 害人听了 难道真的只是流感吗 几乎是在同一时期 远在大西洋彼岸的欧洲 一种神秘病毒 可能正悄然传播 有媒体爆料 新冠病毒 可能通过美军武装部队血液项目 ASBP 由德堡进入欧洲 该项目旨在为美国海外武装部队提供血液补给 德堡就是供应血液的基地之一 随后 进入美军基地的意大利平民志愿者 将病毒传播开来 回溯这些事件的交贵点 似乎都与这个神秘的名字 德堡有关 德堡 全称 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基地 这里有美国军方的P4生物实验室 长期开展探菊 埃博拉 天花 鼠疫 等67种高致命性病原体研究 被称为美国政府最黑暗的实验中心 这是个怎样的神秘区域 突然爆发的电子烟肺炎 流感大流行 新冠肺炎 与这个黑暗基地有关吗 带着种种疑问 我们推开德堡神秘的大门 看看隐藏在浓浓迷雾下的血色异角 德堡的成立 起源于美国生化武器研究 二战后 为了获取清华日军 731部队细菌战和人体实验资料 美国政府豁免了731部队 头目施井四郎的战争队 还聘请他为德堡高级顾问 许多纳粹集中营生化实验研究人员 也被德堡重新招呼 靠着731部队和纳粹的生化实验资料 德堡快速发展成为 美国最主要的生物武器研发中心 二战后 唯一有据可查的 进行过生化武器人体活体实验的机构 就是德堡 这里至今仍存放着 大量严重威胁人类安全的病毒 德堡还将生化武器 投入海外战场 在朝鲜战场上 美军使用碳狙干军病毒 在越南战争中 使用成绩 德堡诸瘟病毒 还引发了古巴实体危机 存放这么多致命病毒 德堡能保证安全无泄漏吗 答案是否定的 上世纪 这里就发生过致命军珠 毒珠 离奇丢失事件 1989年 德堡因为研究人员操作不规范 导致埃博拉病毒泄漏 引发民众极大恐慌 类似的安全事故在德堡频繁上演 一连串事故与灾难大片的桥段何其相似 新冠疫情的爆发 会不会是德堡劣迹的昨日重现 德堡究竟还隐藏着多少令人发指的反人类的罪行 2020年3月 美国民众在白宫请愿网站发出请愿帖 要求公布德堡关闭的真正 截至目前 超过2000万中国网民联署签名 要求世卫组织调查德堡 国际上 关于调查德堡真相的呼声越来越高 面对种种质疑 美国政府一心想把新冠的黑货甩给中国 转移国内民众世界 德堡到底是不是新冠病毒的源头 德堡背后到底有什么不能说出的秘密 德堡 德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